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觉得句句扎心吗 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不要怪我 第一下听到的时候我也有点点黑脸 他这阵子的新闻不想看都能看到 好多好多 对他印象可能就是他好像跟了一个年纪长很多岁的小鲜肉在一起 你看过他直播跟他的男朋友亲吻吗 那种包机的感觉但是还蛮瘦的 换过那个男孩吧 他还是个孩子 好多小鲜肉 哈姆你看的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书 这不是肖亚轩要来了吗 我这不投其所好 那我也得准备准备 小鲜肉那就得搭配怎么吃都好吃的海天黄豆酱 你看我这个海天黄豆酱炒鲜肉 没有 小鲜肉肯定喜欢 不是这个小鲜肉 找你半天愿意在这里 是啊 今天最敢好你 你看就是找我 找我 你看就是找我 我差也怎么够撤走了 人呢 我输呢 你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亚轩姐叫四哥 完了 肖亚轩完了 今天哭泣吧 你除了这个还会点什么 完了 张绍刚完了 哭泣吧 所以你觉得你比肖亚轩 略逊一筹的地方在哪里呢 身体很好 很补 真的因为鲜肉够多 好了各位 拿出你们的热情 来欢迎收官之夜的主咖肖亚轩 跟我的尺度跟你们的尺度不太一样 你们给我试试看 各位好 欢迎来到吐槽大会第四季 有请本期的吐槽嘉宾 呼兰 贺君强 马苏 塔姆 刘晓光 王建国 容索二 欢迎各位 热情 特别棒的符动 祝福大家 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由海天黄豆酱 独家冠名播出的 吐槽大会第四季 吐槽 我们尽量来真的 我是吐槽大会的主持人张绍高 欢迎各位的光临 今天这期呢是 本季的最后一期 要收官了 所以我们必须找来一位主咖 他得震得住场子 华语乐坛小天后 萧雅轩 说到萧雅轩这个名字 是不是立刻大家脑海当中 就浮现出来了很多熟悉的旋律 一个人的精彩 最熟悉的陌生人 爱的主打歌等等 对不对 你如果以为 他给演艺圈的贡献 就是这么几首金曲 错了 还有他传说中的十几个男朋友 说是说不完的 你不被妈妈看好 自己妈妈看自己去寻 眼睛这么小 就没有明星医 虽然嘴上不留情 但是妈妈给肖亚轩留下了十亿的遗产 在大红大火的日子里 因为一次舞台事故沉浸了一段时间 没想到复出之后天后地位受到威胁 不知道是现在的年轻人太飘了 还是肖亚轩提不动刀了 再提起肖亚轩时 一个曾经很有名 但最近有点过气的女歌手 开始走基层送温暖 从海宁皮歌城跳到了样板间 华丽转身成为了寒肠女王 当然也免不了滑铁炉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一直年轻 但肖亚轩的男朋友可以 出道至今每一任男友都是颜值爆表 你有骄傲过真的长得比较平凡的吗 你看他那个不屑的表情 小16岁的男友合作拍摄新MV 近日还直播撒狗粮 还大方承认自己做过衣美 不愧是那个令人羡慕的潇洒小姐 各位支持肖亚轩 沉寂了几年之后 首次在节目当中露面 让我们掌声欢迎 本期的主咖肖亚轩 中了个感觉 看见门的轮廓 当你和心间一起出现 我用泪眨眼 要确定此刻不是幻觉 记住这种感觉 是不是我太幸运 能不能太快一点 能不能忘记 当你和心间一起出现 我们的镜头来 那位观众朋友 你把那个纸举起来 我跟你说 乐坛小天后你干嘛呢 你拿张破纸 尊重一点好不好 肖亚轩当年跟蔡依林 孙燕姿 梁静如 并称华语乐坛 四小天后 但是这个小天后 人家和那几个走的路子 就是不一样 她就专注于各种 奇奇怪怪的商演 什么超市开业啊 同乡联谊啊 公司年会啊 用这些演出 她成功地让自己 渐渐消失在了 大家的视野中 肖亚轩终于通过 自己的努力 活成了自己的根 最熟悉的陌生人 而且传闻交过 十六个男朋友 个个帅气年轻 现任男朋友 小十六岁 羡慕不羡慕 有人说他叫 有人说他叫鲜肉菩萨 转发他就能收获爱情 也有人说 他是老牛吃嫩草 告诉你 这一点我必须澄清一下 人家也交往过 跟自己年龄相仿的男生 在他二十出头的时候 而且肖亚轩 我们必须要尊重 所以作为亚洲舞后 亚洲舞后都来了 我们是不是得请一个 亚洲舞王 但是郭富城啊 罗志祥人家不来嘛 没事 我们还有一个人选 尼古拉斯赵四 刘晓光 一个提到他 就会让你嘴角上扬的男人 但不是这种上扬 是这种上扬 哎呀 不能学 你知道学安卓上瘾 下一位著名的女演员 马苏 坐坐坐 不一定说什么呢 大家都挺熟悉他吧 演员出道 但是靠新闻出名 大家都知道他帮朋友作证 爱作证这个人 结果被打脸 现在这个事已经过去 两年多了 但是每当 马苏想起来那个事 他的那个脸啊 我跟你说这个 四哥这个动作不能学 上一眼 下一位 贺君祥 认识吗 认识 台湾偶像演员 演过一个很有名的剧 叫 是的 是的 别写别喊了 知道恶魔在身边 演了很多的偶像剧 被大家熟知 号称 台湾偶像第一帅 我第一个反对 我有权威证据 因为他24岁的时候 跟夏亚轩拍过MV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你要是第一帅 夏亚轩会放过你 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拍戏 不用说话 不用心虚 他差点都没有翻过我 干什么 结束这个不愉快的话题 下一位 香港乐坛天后 荣祖儿小姐 荣祖儿啊 在乐坛的地位很高的 但是大部分人知道他 只有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 但是一提到翅膀 大家第一个想起来的 还是张绍涵 顺着这条线索 就会想到张绍刚 哎呀 不要往下接着想了 各位 可以了 不要往下接着想 就停在这 非常美好 哎呀 挥着翅膀的 特别好 今天是萧亚轩的吐槽大会 我跟你说 我们节目为了表达诚意 我们下雪本了 我们掏库存了 掏出了我们家底 特意为萧亚轩准备了 三位鲜肉脱口秀演员 卡姆建国忽兰 还能更做作吗 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 说这这这这哪先了 各位 我这个说法是不是很新鲜 那他们三个谁最先 当然是建国最先 来吧 有请最先上场的建国 最先上场的 动直不住的建议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哎呀 太好了 我们这一季节目 最后一期了 来的嘉宾也就 非常的重量级 龙祖儿 肖亚轩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金曲天后 然后人家这个 放到今天来看 也非常的了不起 人家这个金曲的金啊 是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就像现在很多 手机颜色的命名一样啊 就什么 深空灰 海岛蓝 蔷薇粉 人家这个金就是这个 退休金 你就感觉人家一上来 我们节目效果 马上就有了保险 就有了这个养老保险 有人说 哎 你这两个段子 好像听起来一样了 那怎么可能一样呢 是不是 五险一级里面 包含养老保险 不包含退休金 包含的是公鸡金 我能不懂这个 我穿得跟个公鸡似的 我能不懂公鸡金 林林梗大王 马苏老师 马苏 网上对他的评价很统一 没有争议 五星差评 这个大姐 啥也不知道 就敢出去给人作证 全互联网第一猛夫 刚才在后台 我跟他聊天呢 我说姐呀 你真勇猛 我觉得你啥活都敢急 上到解答 哥德巴赫猜想 下到维修电瓶车 我觉得就没有你不敢干的 马苏听完说 那维修电瓶车 我哪会呀 我和气和气 我说咋的呢 你那意思 哥德巴赫猜想 你能解呀 2018年呢 马苏在这个 嘎那走红毯的时候 走的是恋恋不舍 20米的红毯 足足走了六分钟 我想来想去 这个可能只有动用 照事的五步去走 才能办得到 就是我走三步 我退两步 再走两步 退三步 以退为进 进少退的 我方能撑满 这个六分钟 走到最后 后来保安都来哄他了 说你别走了 马苏还横着 说平常不让我走 我这闯红灯了 我还是酒驾了 保安说你逆行了 说说赵慎啊 四哥的那个步伐 我不学了 我怕摔死 就是我们所有人 都特别喜欢 看四哥跳舞 太好玩了 我觉得不止我们 他自己肯定也 特别爱看 每天晚上躺在炕上 翘着腿 看着这两条腿啊 不由自主地来回乱动 自己在那买 真好 我的腿 能玩一年 我就觉得呢 就有的时候 真的长相啊 能够决定命运 长相能够影响 大家对你的态度 你比如说 贺君祥 他犯了错 大家的反应就是 好想原谅他啊 马苏犯了错 不想原谅他呀 赵慎犯了错 大家的反应是 我就说吧 我就说吧 我直接说什么来着 是不是出事了 现在你们信了吗 当然那个 大家对马苏恨归恨啊 事情呢 不能混淆 是不是 贺君祥和赵慎犯的 那种错误呢 马苏并没有犯过 向亚轩 这是我们的 今天的主咖 真正的 昨日之星 他最红的那些年呢 我很年轻 我年轻到 我还去看过一场 他的演唱会 在人山人海当中 我觉得我们彼此 至少对视过一秒 然后他就没有注视我 他并没有看上我 你看这个 我就说长相决定命运吧 我的长相 让他没有注意到 我的内涵 错够了我这么好 一个黄花大小伙子 向亚轩命太苦了 真的很可惜啊 亚轩姐很可惜 向亚轩呢 他有一段 这个真正的名场面 就是2013年 那次活动上 他当嘉宾唱了一首歌 唱到最后 就对着观众大喊 嘉宾的朋友们 我说嘿 你说嘿 嘿 鸭雀无声 真的特别惨 然后之后那个 运用镜头的那个人 运用的镜头 也特别的气人 从萧亚轩的身上 直接移开 扫到了所有观众的脸 所有观众面无表情 你就感觉 那个摄影师是故意的 说哎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你们想知道 现场有多尴尬吗 看就是这么尴尬 你们学的也挺好的 挺像那天的啊 其实姐啊 我觉得这个 观众面无表情 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那就是观众老是 给您面子 我跟你说 那场演唱会上 真的 也就是我没有在观众席 要是我在 您在上面拿个麦封 我说嘿 你说嘿 麦克风递出去 我一把就抢过来 嘿嘿 到我喽 你说嘿 你看你看有人理你吗 你在这嘿嘿 我本来也不想理你的 你要问 我就是问问你 上次我看你演唱会 为什么没有多看我一眼 你现在注意到我了吧 你有没有对我心动 你有没有想帮我带走 你想带走 你就得快一点 你再帮我带走 保安就帮我带走了 算了 我还是自己走吧 谢谢大家 我是王建国 最后一期疯了是吧 这样我们全体起立 这样各位嘉宾我们都走 欢迎大家来到王建国的个人演唱会 好不好 你一个人在这 嘿嘿 好不好 我们都走行不行 你啥功力 你和人逍遥宣比 你啥长相 你和人贺君祥比 对不对 贺君祥 贺君祥是什么人 演了那么多年的偶像剧 人家能把生活过成偶像剧 大家知道吗 贺君祥 他跟他十几年前的初恋 居然结婚了 结 啊什么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有什么好羡慕的 那么多年 什么绯闻都没有 你太无聊了吧 让我们掌声欢迎 超级无聊的贺君祥 大家好 我是没有绯闻的贺君祥 前段时间 有人传言我出轨 虽然不是真的 但那一刻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 有马叔这样的好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互相支持 我宣布 从这一刻起 你的脸 由我来守护 马叔 作为演员 刚出道就是女主角 很成功 之后就定下目标 绝对不演女配角 然后马叔就在家里等戏 这一等 就是四年 从02年到06年 整整四年 了解你的知道你在等戏 不了解的 还以为你在家里 备战世界杯呢 最近马叔被打过脸之后 又沉寂了两年 是不好意思出来吗 不 他是在备战今年的奥运会 到时候去给所有裁判上课 没有证据 不要瞎说 好美涵 荣竹儿 香港流行小天后 单身了之后 大家都在想 他怎么找不到好男朋友 很难讲啊 你看我 已经有初恋了 那其他的好男人呢 都在萧尔萱那里 荣竹儿还在节目上 线上征婚 这个方法太老套了 唱歌我不懂 但谈恋爱我还是很懂的 以我的经验 假如你遇到新衣的男生 你可以撞翻他的文件夹啊 把奶茶撒在他身上啊 在他面前摔倒啊 摔倒不行 你现在这个年纪 已经没有人敢扶了 上次有个年轻人不懂事 去扶晓尔萱 当时就被讹上了 刘晓光老师 亚洲舞王 我听说你演过 乡村爱情故事 但我没看过 听名字还以为是偶像剧 但剧情却不大一样 别的偶像剧都是 小姐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刘晓光老师的偶像剧 小姐 我能请你看我跳支舞吗 我第一次见到小小轩 是因为去演他MV的男主角 当时我很年轻嘛 也还蛮帅的 结果拍完MV之后 就让我回家了 我说 就这样结束了 不用我送你吗 小小轩说 不用啦 我说那你 你送送我啊 小小轩就 好 我车坐不下 我先走 我开车去了 小小轩的资产虽然很多 但是很努力地在赚钱 14年的时候 凭借着65场商演 成为台湾艺员 收入榜的第三名 有人问他 你都有这么多资产了 干嘛还要这么努力 小小轩说 你不懂 谈恋爱太费钱了 你不理财 年轻人才不理你 都说小小轩经常 陷入感情 不顾事业 但他拼搏事业 不就是为了陷入感情吗 小小轩为了 接触小鲜肉 疯狂录歌拍MV 有的时候没有歌 也要先拍MV 还跟工作人员说 歌没了可以再写 演员再不拍 可就老了 听说新男友黄浩 就是他MV的男主角 也不知道 是先有的歌 还是先有的黄浩 小小轩跟前任分手 还可以做朋友 很会处理人际关系 尤其是跟十几个人 同时做朋友 很难的 逢年过节还要走动走动 差点就没时间唱歌了 每次小小轩 谈了新的男朋友 都说他怎么那么简单 就能最后找到 帅哥男友 其实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也许人家背地里 努力了一百次 才成功一次 所以不要总羡慕他啊 恋爱宝典 多看一看 偶像剧 多看一看 只要你们也拥有 小小轩的毅力和精神 以及他的资产 你们也能拥有 像他一样的爱情 谢谢大家 我是柯俊翔 柯俊翔 我也说你一下 你整个的表演 我先不说说的怎么样 你和向亚轩 没来眼去的 好像还很熟练 下场的时候 怎么还有拍拍打打的动作 还有男朋友 你和初恋已经结婚了 接下来我们了解完了 台湾偶像之后 了解一下我们东北偶像 东北F4之一的 刘晓光 赵森 四哥 四哥 坐坐 我给你多拖不两句 大家知不知道 刘晓光也演过偶像剧 知道 知道 不可能 是巴西啊 但是按照四哥的这个外形啊 他演偶像剧 肯定比贺君祥早出场 为什么 任何的男主角在出场之前 是不是得有个混混 那个混混干什么 抢劫啊 骚扰女主角啊 男主角这会儿出来的 才合情合理嘛 所以贺君祥的剧叫什么 恶魔在身边 有请真正的恶魔 四哥 赵四 刘晓光 大家好 我叫刘晓光 刘晓光 刘晓光那个 好像没怎么印出来呀 是哪个 看来 看来啊 我就得用电视剧里的 那个人物的造型 我觉得能有呐喊声 我觉得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个 我叫刘晓光 也就是 乡村爱情造势的扮演者 灵 灵魂的舞者 亚洲气质舞王 李武拉斯 你四哥 为什么 说些心里话 今年早上 我从象牙山 往这来的时候 你看你还不信 当时呢 我亲家刘能呢 就含着眼泪 一直送我到小村口 就跟我说 说那个老四啊 我能不能 领我上吐槽 吐槽大会看节目 我说你 我说你 滚一遍 我说你 你磕巴巴巴 你去 你当时 要你笑话不 完了他给我激了 老四行 你要 不让我去的话 你到吐槽大会 肯定来走 我说 我说你 你威胁谁呢 我说你 象牙山 方圆三国旅左右 你打听打听 还肯定爱走 我哪天不爱走 我 那个 爱不爱走这事呢 咱先不说 今天咱主要是先 谈一下马叔的事 马叔呢 曾经 几年前 我曾经 指导过演小品 教他一半 后来我觉得 不行 放弃了 我为什么放弃了 因为你 尼古拉斯 你四哥的演出 你就特别的 表演这风格 特别的 霸气 就 我一教完马叔 马叔他要上了演小品 是不是这么演 大家好 我是马叔 马叔 那个给朋友演一段小品 这小品名字叫什么呢 打脸 那么有人问了 有人观众说问 打脸疼不疼啊 马叔就得这么说 咋我疼的 你没看 嘴都打臭臭了吗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贺君祥 贺君祥老师 小伙伴长得挺帅的 但是呢 他的事业发展的挺一般 我不怕你生气 我听说你刚出道的时候 就陪你演戏的是谁呢 是李一峰陪你演戏 但是有的观众呢 就说你演戏太一般了 观众说的不是不对 因为你一点特点没有 你比方说我演戏特点非常明显 这嘴 你看 特别明显 今天初次见面 四哥 就是也大方点 把我这把喇的使用权 送给你 你回去你照镜子自个儿练 这么来 当你学会来嘴的时候 即使你演不过李一峰 在剧组这一块 你也能调解气氛 对不对 勇主儿他的事业飞黄腾党 他能赚钱呢 但是他愿意给男朋友花 但是你放心 我造事这辈子 这辈子绝对不会花女人钱 但我说这意思啊 不是说我想 不是说我想跟你要相处 下我们去手 没那意思 因为我有孩子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喜欢我 我可以给你一个灿烂的笑容 但是你决定不能拿我给你的笑容 你当爱情 因为啥呢 我在这里吃过亏我 刚才呢 我果断地拒绝了荣主儿 我今天就是笨谁来的 就笨 萧亚轩女士来的 因为我是亚洲舞王 众所都知 而你是亚洲舞后 你知道这个名 让我媳妇知道了 她都容易把我挠死 你信不信 我今天来就想澄清一件事 萧亚轩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值得不 行啥呢大哥 心里没数吗 萧大姐呢 这人呢 我们虽然没见过面 但是她身上呢 有一种气质 特别霸气 是个大姐的风凡 就是知疼知热 愿意关心别人 就有这种气质的女人 就是目前在你四个心目中 就有一个人 谢大姐 但是我不光听你 就是还会唱歌 你唱歌唱得叫 那歌唱得挺好 叫爱的猪大哥 爱的猪大哥 但是我发现你 据我了解你 你爱的都是小老弟啊 我觉得 我给你个建议吧 我们中国的爱情 讲究是门当户对 你理解过 门当户对 这是我儿子微信 一会儿麻烦你过来加一下 138430 后面直接喊他名 我们亚洲气质的自己舞蹈事业 终于有了传承人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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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 首先亚洲舞王 舞蹈动作主要集中在自己的脸上 是吧 哔哩巴啦 哔哩巴啦 说半天 最后的主题是推荐你儿子是吧 啥玩意儿这是 不能那么干四哥 好不好 真的不可以那么干 还上来之后什么 你给荣祖儿一个笑容 你看你给他一个笑容 他敢看你不 不行这样 阿萱不要听他的 不要听他的推荐 什么推荐他儿子微信 忘记他 好吧 听我给你推荐 本节目由 蒸着吃 闷着吃 站着吃 炒着吃 拌着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黄豆酱 独家冠名播出 买二手车 全国比价 超划算 左边天下 本节目由 哪里价格低 帮你哪里买的 瓜子二手车 全国够 联合赞助播出 反复头现实草点 洗掉才能轻松点 感谢去蟹大魔王 康王特约赞助播出 酒店在微信支付里订 就对了 本节目有梗有趣 有段子的吐槽大会 首席旅行官 同城一龙赞助播出 赶 赶紧 这 四哥 这叫推荐 你结迪巴巴 推荐啥玩儿 很多网友就呼吁 说夏亚轩应该出书 要跟着她 学习各种各样的 恋爱技巧 我们既然已经 请到了她本尊 当然不能放过 这个机会 正在看节目的 所有女生 拿出纸和笔 夏亚轩的恋爱课堂 来了 我在玩一款恋爱游戏 男主又帅 声音又输 要不要看一下 那我也要试试 赶紧想 你怎么一进来就满机 怎么还有SSR 为什么我喜欢男生 都来给你举灯牌 我怎么知道 贺君祥 我真是从小喜欢到大 他是挺不错的 刚说到他 他去传简讯给我 他去处草大会 为什么要给你发信息 为什么还要 很愿意去喝酒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贺华姐 我男生不理我了 你摸我干嘛 而且你怎么用 我头皮屑 你是鲜肉菩萨嘛 我要沾沾先气 妈呀 他毁我了 我要再摸一下 妈呀 他跟我表白啊 妈呀 他跟我求婚了 行了 你这么多头一屑 男生给你摸头杀 我现在就去解决 快 反复投卸用 康王 去老百姓大药房买康王 把这次恋爱考试的卷子拿出来 还有七天就要全国考试了 你们这是给我谈恋爱吗 全国和谐情侣的占比只有五% 多一分就能多几百个小鲜肉 来看这题 情侣之间谁说了算 决定权性格定 谁强谁命令 都强 弃出心脏病 下面 求男友的最佳人选 先定区间再计算 要大于18 但少于30 认清年龄段 恋爱才保鲜 还有一题 简答题 情侣旅游怎么定房 用同城翼龙 为什么 打开微信支付 点击这里的酒店 真便宜 超划算 酒店机票 火车票 在微信支付里订就对了 优秀 不愧是省钱委员 最后一期了 加个碗我们好好做就行了 要来得真一点 攻击性的就能咱们更多一点 来呗 互相伤害吧 你等着 给我点机会 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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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吐晓潇亚轩 他今天专门来到了现场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下一个上场的 不接吧 也接吧 怎么是这两个人连在一起 下一个上场的忽然 作为一个年轻的脱口秀演员 忽然真的很值得人尊重 为什么 心里面有宏图大志 今年2020年 忽然要在中国 跑遍一百个城市 去开自己的个人专场 专场名字就叫 脚踏实地 已经演了十来场了 演完十来场之后发现 傻脚踏实地 多蹭一期节目比啥都强 来吧 脚踏实地蹭节目的忽然 来 欢迎忽然 大家好 我是忽然 今天这个场合 你看今天这一场 贺君祥 叫什么 女神收割机 夏亚轩 鲜肉收割机 赵四 会开收割机 这个气质 刚才我就坐那 我满脑子就一个想法 贺君祥好帅呀 真的好帅 刚才在后台 有人说贺君祥长残了 我说那我要去看一看 结果一看 这叫长残了 那我和赵四 那就叫没进化好 人家都长成这样了 我们这说话走路的 还不利索呢 贺君祥 我真的还挺恨他的 就是上学的时候 我们这些丑小孩 玩得挺好的 结果女生一看电视 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帅气 又坏坏的男生 前一天女生 看完贺君祥的电视剧 没空写作业 第二天来抄我的 抄完之后 又觉得我不够坏 我生气 其实他也没啥演技 就那么几招 眼睛放电 要么就是嘴角一歪 女生口水都流穿了 你看赵四嘴角一歪 自己口水流穿了 我们跟赵四聊天 他总喜欢说 在气质这一块 你四哥卡得死死的 那也的确了 他之前出国下了飞机 被海关摁在那儿 问了三个多小时 他的气质被海关卡得死死的 海关就觉得 这个人的气质不适合入关 这啥海关啊 回山海关吧 马苏 闲人 马大姐 就喜欢管闲事 之前跑去骂那个家暴男 刘州成 跟他没啥关系 他就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最后他出事了 人家用同样的话来骂他 你说他拔了半天刀 最后扎自己身上了 那个另外那事不也是吗 跟他没啥关系 他非要掺一会儿 觉得自己是为了朋友 两肋插刀 最后整个事情结束 大家看看伤害那里的马苏 有鼠鼠鼠的身上的刀 还感慨 这马苏真是两面三刀 我太不容易了 他除了管闲事 还喜欢凑热呢 刚才说 肖亚学员像气质像谢大脚 我觉得马苏的气质 更像谢大脚 管闲事 凑热呢 最关键的 还喜欢给人介绍对象 真没有 真没有 行 不说不说那个事 咱们不说那个事 说他喜欢凑热呢 之前有新闻 说他去追星 去机场给XO去接机 实际情况是 他下了飞机 他看那边人挺多 挺好玩 就想去看一看 你还问他 说你这是看谁啊 他说我就是看热闹 人家粉丝问他 喊XO 我爱你 我给你接机 马苏耶 喊机 机票 酒店 火车票 在微信支付里面订就对了 他喜欢逼着大家管他叫马漂亮 你说你多亏是个女的 你要是个男的 还不得逼着大家管你叫马大帅啊 荣祖儿 荣祖儿真正的实力派 就很不容易 他刚才刚出道的时候 因为长得不好看 被公司解约了 这怎么还长得违约了呢 最近不能提违约 笑狗文化最近很闹喜 不说不说不说 不说这事不说 他一路唱到天后 后来拍电影 2012年 他和胡歌主演了一部电影 票房168万 那可是胡歌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是主角是胡歌 你还挺想看的 但主角是胡歌和荣祖儿 你就感觉这电影是在骗钱 你要是不信息 买张票去看 你就会在电影院 0033看到几个 也都不那么大聪明样子的人 在角落里面 你还会看到一两对情侣 就觉得 哎呀好不容易找到 这么一个好的片 人少 笑小轩 我说笑小轩 有人说他过气了 总去小县城的楼盘里面 去开盘捞金 说搂啥 我个人觉得说 凭自己本事赚钱 无可厚非 就是那场合 真的不适合唱歌 他还台上唱 我在唱什么 下面观众说 你唱什么 自己不知道吗 他点着还等着杨浩呢 最近回归了大家的视线 就是他教什么 小男朋友这件事 人家网上一说男友多 都是什么系数 盘点 夏轩 他的前男友在网上 是有个表格的 里面列着什么 姓名 职业 年龄差 你从下网上看 小两岁的 小三岁的 小五岁的 小八岁的 小十三岁的 有人说他挤油 他这挤的是 费波纳窃数列 你们还算听懂了 我给建国 掌这个段子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 纳窃 谁纳窃 现在还敢纳窃 说实话 我在网上 第一次看到 小小学男友的时候 我第一次反应就是 这小学生 咋想的 岁数差了这么多 后来看到 小小轩对他男友 那么好的时候 我就想对小小轩 说一句 阿姨 我也不想努力了 好快啊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我已经有阿姨了 对吧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什么阿姨不阿姨的 全得靠自己努力 对吧 就是这样 就是新的一年到了 就最后还是 想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爱情 已经有爱情的呢 就别瞎找了 守护好自己的爱情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好 我发现忽然也是 上这个节目 上多了之后 脸皮越来越厚了 你干啥了 你就不想努力了 你不想努力 你不想努力 人的小阿姨也得看得上你啊 看得上你啊 你多大了 你三十了 在小阿姨的眼里 你不是个男人了都 你顶多就算个人 你不努力 德行 下一位要上场的 马苏小姐 我给大家详细地说一下 马苏走红毯这个事啊 马苏走红毯 闹过两次笑话 第一次是走 时尚盛典的红毯 边走他边捡垃圾 然后被人说他炒作 第二次是在嘎那走 说短短的 二十多米还是三十多米 具体的数字不详 反正是走了六分多钟 其实我理解 他是在嘎那呀 他想确认一下 这个红毯的 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垃圾 他下来之后 红毯就真的干净了 你别多想 马苏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 我不是说你是垃圾 我没有任何那个意思 我就是 你们不要 我是说马苏很环保 而且马苏的素质非常高 都自身难保了 还心系环保 有请环保的马苏 大家好 我是马苏 你说这两年呀 我都没敢吱声 把自己也都藏得好好的 谁知道这吐槽大会 他还是能找着我 但是其实啊 我一直隐隐地有一种感觉 吐槽大会 他迟早会来找我 真的 自从我管完闲事以后呢 我确实是火了 火到没朋友 有一天啊 我看那个朋友圈 有人就发着 打麻将 三缺一 在线等 我一看 这事我能帮上忙啊 我嗷一下子 我就冲过去 我进门之后 人就问我 你来干啥呀 三缺一 打麻将啊 不缺不缺 我们改斗地主了 当然了 我知道 我来这个节目呢 节目组是想 听我说八卦的 好 那我就 从贺君祥开始吧 贺君祥 和很多女神合作过 还拍过 萧亚轩奶沫威 萧亚轩 那可厉害了 鲜肉收割季 谈过很多男朋友 都是鲜肉 但是 他居然就没把 贺君祥 给收割了 我很欣赏他们 在娱乐圈 一男一女 真的可以 只谈工作 不谈感情 当初 我要不是因为 信了这个 我能被啪啪打脸吗 当然了 贺君祥 他是好男人 在结婚前 零绯闻 唯一的绯闻对象 郑元昌 这也太假了吧 我都不带信的 但是之后呢 贺君祥 婚后两次传出 和辣妹当街 当街他能干啥呀 你说当街他能干啥呀 他就想当街 澄清 他和郑元昌的绯闻吧 其实 下次有这事 不用那么麻烦 跟我说 我给你发微博 我给你正平 很好 很好 小光哥呢 我俩合作过 之前一起演过小皮 大家都叫他四哥 但我觉得 人家就像一大哥 就那种 社会大哥 别吵吵啊 不然 沈阳你回不去了 哎呀妈呀 我就看着他那气场 我就有点害怕 不过后来我一邢子 你说 我怕他干啥呀 不是我回沈阳干啥呀 我一哈儿滨的 容索尔 开演唱会 经常超市 之前 十九场演唱会 几乎 常常超市 那罚款 百万元 哎呀妈呀 人家开演唱会 那是赚钱 你开演唱会 那是往里搭钱的 但是这事呢 我就不一样了 我也超市 我在红毯上超市 我就 多站几分钟 拍我 拍我 顶多人家骂骂我 蹭红毯 从来没提罚款的事 多划算呀 容索尔呢 曾经在节目里 在线征婚 说呢 他想在四十岁的时候 把自己嫁出去 其实这种苦恼 我也有 因为 咱俩岁数也差不多 我也经常被催婚 可是我就从来 不在节目里 说这种话 所以现在 留给你的时间 不多了 而留给我的时间 还很多呀 不要轻易地立FLAG 立了 容易打脸 这节奏挺好 说说我们的 鼓咖夏野萱吧 他现在的男朋友呢 比他小十六岁 小十六岁 古话说得好 女大三 报金砖 女大四 扶寿制 女大五 女大六 女大七 女大十 样样直 他都有说法 可是再往上 咔嚓 没了 为啥呀 因为人家古人 也没想到 还能有 这种情况呢 肖亚轩呢 跟他这个 现男友交往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明星 他就逼着人家 看他所有的MV 他的MV 有跟他前任拍的呀 那你说这看起来 多少是不是 就有点尴尬呀 那他一边看 他就得一边解释 这是我前男友 这是我前前男友 这是我前前前前前 前男友 唱跳听后 看自己MV 玩说唱 哎呀妈呀 我咋又提说唱呢 我提这玩意干啥呀 我这人就是 这么不长记性 哎 其实 做人吧 真的应该 吃一切 长一智 好帮忙 热心肠 没毛病 但毕竟呢 我也是个公众人物 不该不加思考 去做一些 闲人马大姐的事 东西可以乱吃 话 绝对不要乱说 啥也不说了 对不起大家 我是马思 Architect 并别乱说这要根捷 有点 好 老紧张 马苏说得好 我喜欢 就是很真诚 吐槽大会第四季了 四季了 第一个倒着剑下去的嘉宾 我能感觉到你的诚意 马苏 所以我宣布 我单方面原谅你 同时我也呼吁大家都要宽容一点 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原谅 我对他的原谅 白血 来吐槽大会这个节目 我想给所有的嘉宾 一些小小的建议 不要听到你的名字 就瞎鞠躬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后面是什么 下面马上要和大家鞠躬的 荣足义小姐 主儿这些年其实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经常因为造型奇特 被人吐槽 还说过自己想走谐星路线 梳理一下各位 又是造型奇特 又想走谐星路线 你想变成我 你直接说 我不答应 来吧 有请 张绍刚 拙劣的模仿者 荣耀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Alva的吐槽大会 见到现场这么多的嘉宾 让我突然间怀念我自己的演唱会上来了 我的演唱会嘉宾 一般来说都是黎明啊 刘德华啊 江学友啊 随便来一个 Alva都会嫌他年纪大 何君祥 早年出演过Alva的MV 可是当时候没有引起Alva的注意 后来 他去拍了全裸写真 还是得不到Alva的主意 后来 他已经老了 听说今天来了一个亚洲舞王 我没有看过他跳舞 我不敢 因为 但是我知道他师父 因为我上过春晚 还上过七 一二三四五 七 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次 七次 春晚的舞台真的好绚烂 可惜 大哥你没有上过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这个算了算了算了 对了对了对对 嗯 麻烦你帮我给你师父带一句话 我十分想见赵本山 哇哦 我们说粤语的 见到帅哥都会说 脸仔 对 但是见到赵四 赵四先生 我实在真的是叫不出 我最多呢 只能够说你是 宅 你就是整条街最暗淡的宅 我自己有一个原则 就是朋友的感情我绝不干涉 马术不一样 他特别的热心 朋友的感情他特别喜欢帮忙 刚刚他说要跟我做朋友 那正好啊我单身 可以都帮帮我 不要帮那些有家庭的人哦 我认识很好 我认识很好 大家在心中 呵呵 你们都说 Alva没有那么火了 年轻人都不认识他了 乱说 我肯定 这个世界上面 起码有16个人认识他 16个年轻人认识他 Alva一直非常地潇洒 整个容 他也大方地承认 老实说 我最喜欢的 还是他原来的样子 眼睛小小的 特别有味道 不过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男朋友 都没有看过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男朋友 还不被允许看电视 Alva有好多的前任 而且都能做朋友 有一句话说 多个朋友 多条路 Alva的路 所以特别地多 而且中横交错 走哪都会碰到前男友 前男友都能碰到 前前男友 其实我知道 Alva呢 是一个非常小女生的女生 跟我不一样 我就是特别男生的女生 所以呢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认识 那么多年轻的男孩子呢 而我不可以 明明年轻的男生 就是需要我这样的女生 去保护嘛 而且 我会给他们 好多的安全感 我会 淋瓶盖啊 拿行李啊 秀马桶啊 如果我帮不过来 我会请马苏来帮忙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因为又有人找他帮忙了 其实呢 我觉得女生找对象 最重要还是得找 适合自己的 小鲜肉固然好 但是真的不一定是我的菜 好在 菜这个东西呢 只要配上海天黄豆酱 真闷斩炒饭 怎么吃都好吃 观众朋友 可以去试试 Alpha也可以去试试 可以跟你的 鲜肉男朋友一起吃 老美味了 我很羡慕Alpha 因为他对感情 非常的投入 感情上的事情呢 我觉得好难控制 我还是希望 可以把时间 放在自己 能够控制的地方 多唱点好歌啊 多拍一点 让你们 吐槽的电影 在工作上面 承受自己的价值 当一个人有价值的时候 他想要什么都可以 那接下来 我想要的就是感情 你们谁都别拦我 谢谢大家 我是没有感情的 荣祖儿 你也是歌手 阿轩也是歌手 听完你的表演之后 送给你一首歌名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而且你最后还呼吁 说你没感情 没感情跟我们说 我们这个节目 还是有一些 优质的男生 你比如说刚才 有一位在这表演的忽兰 是吧 萧亚轩的眼里 他仅仅就是个人 那你觉得 还行 忽兰 不要自己说行 在荣祖儿的眼里 你连人都不算 挺好听 马上来吧 下一位要上场 另外一位拖舞秀演员 他的名字叫卡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快点 你持一下快点 我不介绍了 来 你自己折腾 我不折腾了 我不折腾了 大家吧 不折腾了 不折腾了 这一季 大家有没有发现 卡姆上的是最多的 比李旦都多 一共上了五期 各位 整整是我的一半 所以 谁重要 大家看出来了吗 他在那得瑟 不说了 不用说那些 谁重要 这不是摆在台面上的事吗 来吧 有请 和我相比 重要性差了很多的 卡姆 大家好吗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卡姆 各位明星嘉宾 你们好吗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卡姆 掌烧港你好吗 我是你的脱口秀启蒙老师 卡姆 今天请的嘉宾又是除了赵四 我全都不认识 又得一个个上网查资料 写他们段子太累了 尤其是肖亚轩 他火的实在 实在是迟带 实在是太早了 百度上根本搜不到 得去图书馆 历史书上都没有 得看计划论 就在钻木区或前一张节 小的幽默 小的幽默 我的幽默方式算是 开个玩笑 既然是在喜剧的舞台上 我就冒昧地开了一个小的玩笑 您坐吧 您坐吧 坐坐坐 有啥事坐着 有啥事坐着聊 好吧 那我坐吧 那我坐吧 其实百度上可以搜到 可以搜到 不过一搜小亚轩 第一个蹦出来 就是小亚轩有多少个前男友 我也好奇啊 我就抬手精进那么一点 手机流量当场不够了 手机直接停机 那天还是月初 办的还是无限流量套餐 小亚轩从小 从小妈妈对她都非常严格 从小都是嘴下不留情 有一天她妈妈说 实在对不起 把你生成这样 鼻子 下巴 脸性都挺好的 就是这个眼睛好小呀 小亚轩说 阿姨 我是李淡 什么 掌烧杠 这还不错吧 还可以吧 小亚轩六岁的时候抓周 面前放着剪刀 毛笔和锄头 爸爸说开始 他冲过香港的爸爸手机 下载了微信 注册了微信 然后打开附近的人 加了个两岁男宝宝的微信 本来我看肖亚轩怎么说 也是前辈的艺人 我还挺尊重他的 结果突然听说 他有个前男友是95年的 我也是95年的 我都不敢跟他对视了 怕他爱上我 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在我们男生宿舍门口 看到一个找男朋友的那种小广告 我打过去发现对面是肖亚轩 把我给气了 我说你这叫什么找男朋友 你贴做广告了 你那应该叫重金求子 您的部分就过了 可以做了 赵四老师站一下吧 真人真事啊 真人真事 这是我自己的真人真事啊 我小的时候看那个本山快乐银 我真的以为扮演赵四的角色 就天生有这个抽嘴的毛病 我真以为那个演员就有这个毛病 我以为那演员从小就是这样 小时候过生日那种 爸爸说 来儿子 吹个蜡烛许个烟 我怎么吹不上下吧 孩子放这个 谢谢爸爸 您可以做了 贺君祥来 小名叫小美 他的小名居然叫小美 为什么一个男人的小名会叫小美 一个男人你怎么能用美来形容呢 你见过什么时候俩哥们儿见面 哎 what's up bro 最近怎么样 哎你这发现了真美 哎卡姆连的看你那脱口秀段子 那个拍肚子那 那段子真美 哎满美 整烧港昨天你那个吐槽 你那个主婶 真的真丑 最后一期了我不要命了 反正我不要命了 最后一期了 拍完我直接就回家了 就回老家了 贺君祥这哥们儿为了显示自己身材好 所有安慰里都光膀子 在那个李光杰的那个歌 哎错 他们俩还有一个小活动 他们脱口秀大会的小门童站起来 拉拉拉自己的腰 慢慢地坐下了 用他常规的表演盯着卡姆 他那个贺君祥啊 他所有安慰里面都要光膀子 在以前有个安慰叫那个李心杰的一个歌叫爱错里面 在那个安慰的结局 男主角拿着枪指着他 他还是光着膀子 你要穿得宽松点 说不定那子弹就打你袖子上了 好不好 他所有安慰都在光膀子 你把他所有的安慰串起来看 其实不电影 叫找短袖 聊聊 聊马苏吧 要不咱就 是不是 该聊到他了 当年马苏在嘎那电影节上走红毯走了整整六分钟 郑长人一两分钟 他走了六分钟 我看了那个视频 从第二十三分钟到第二十八分钟 他走了一米 五分钟走了一米 我姥姥翻着跟头走都比你快 把那红毯都给走褪色了 就不能说他走完 他影子还在那呢 我还以为我们住这呢 你们现在去看嘎那红毯上面 还有俩深深的高跟鞋印 就是他留的 那视频里面他走到五分钟 工作人员都来劝他了 嘎那都说你赶紧走吧 我求你了 马苏说 I don't know English My foot is so heavy I don't go home This is my home 视频最后他还听劝了 稍微走了几步 然后突然又 我忘了这东西 那摄影师都 哎呀他怎么又回来 我已经拍了三千张他的照片 他走得慢的 我都分不清我再拍照片 还是拍视频 我觉得上学的时候 马苏上学的时候 要是参加运动会跑步项目的话 竞争对手 只需要在他的跑道上面 放一个小红毯就可以了 这边跑步项目 一刀小红毯 谁扔的纸巾 谢谢大家 我是卡姆 君强 君强 你就是太老实 对这样的人 就三个字 不搭理 我跟你说 我忍这个人 忍到最后一期了 在台上还大放厥词 说我丑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丑陋 就是你这种 写不出来段子 硬骂别人丑的行为 这才是真正的丑陋 恶心 不要脸 好难受呀 好搞笑的段子 不托到我心里了 还有这种 牵强附会的表演 这就算说对了 翻过这一篇 忘记 最不愉快的记忆 我们都把它消除 好不好 雅轩你说你也是 你带了个坏头 对于这样的表演 就当没有听见 你怎么还站起来了 是吧 把贺君强下的也 一溜一溜站 你也是自个 你老头你瞎站什么玩意 你坐下 乱了套了 这种 来 暂停 回到笑爱圈 笑爱圈有十条恋爱准则 网上传得挺火的 大家有 稍微有兴趣 可以去图书馆查一下 他凭着这十条准则 他凭着这十条准则呢 交了十六个男朋友 今天是他的吐槽大会 大家就好奇 说他的前男友们 会不会出现在 VCR里呢 是吧 交了那么多男朋友 总不能白交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每次吃火锅或者是烤肉 小娃永远是最忙最忙的 那一位他最爱坐在炉子前面 认真专注地帮大家煮火锅 或者是烤肉 而且如果有人要帮他煮 他会很严肃地告诉大家 这是我的抒压方式 大家就专心吃就好 我记得帮你写错的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好像经历了你每一段恋爱 你真的是一个用情很深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些很美的事情 很酷的事情 但有时候也会自己受伤比较多 阿花姐姐 知道你要去上吐槽大会了 在这里要替广大的网友们 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男朋友 都可以像是吃了防腐剂一样 永保新鲜呢 可以教教广大的网友们吗 今天的主咖大家都很熟悉 出到至今 火遍了大江南北 深受亿万粉丝的狂热追捧 我最喜欢的海天黄豆酱 炒个青菜 好吃 拌个面条 蒸条鱼 也好吃 蒸个排骨 蘸个黄瓜 真好吃 蒸闷蘸炒拌 怎么吃都好吃 你才是真正的主咖 海天黄豆酱 咱们吃都好吃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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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亚璇坐坐坐 亚璇 你看 你这动不动就站起来这事吧 其实也有点吓人 因为 因为确实怕拔腿就走 有点坐不住了 没事 接下来可能会更坐不住 因为除了刚才的VCR 现在呢 还有一位 想要吐槽萧亚的 为了吐槽萧亚 她今天专门来到了现场 让我们掌声有请黄浩 大家好 我们是黄浩 大家好 我是黄浩 大家好 我是黄浩 我的表演会很短 我怕我演得太久 一下台 他已经换 他已经换男友了 我们在一起很久了 快三年 对我来讲 是很长的时间 毕竟我也没有活过 几个三年 所以我们是 很认真的谈恋爱 至少我是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在餐厅 进来的时候 她戴着墨镜 第一次头很酷 我都觉得 天哪 晚上为什么戴墨镜呢 我就问我朋友 她是谁啊 我朋友说 你不认识她吗 她是天后 我说 我不认识 现在没有年轻人 喜欢她吧 然后我的朋友说 你对天后的力量 一无所知 她是一个NV男主主 就是我 拍之前 Albert就给我看 吴彦祖 跟他拍的MV 里面吴彦祖 就是抱着他 背着他 看完我就对Albert说 我很想早一点认识你 这样就是抱着你 背着你 就是我 后来我才发现 那时候是02年拍的 我才气氛 背不动他的 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他跟别的女孩子一样 也会 小叫 也会照顾人 不出门的时候 也不洗头 所以我就 非常感谢 你们的节目 请他来 所以他终于 肯洗头了 我们的年龄身份地位 真的有很大的选辞 我也犹豫过很久 我一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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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觉得 我不能再犹豫了 毕竟要当他的男友 再犹豫 就超领了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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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是因为 因为我们都觉得 爱抵抗全 年纪不重要 重要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 对 虽然我们年纪差很大 但我们没有带过 谢谢大家 我是王浩 没事 亚轩你先回去 亚轩你先回去 我不要 我非常喜欢黄浩 因为黄浩第一呢 他是吐槽大会上首位惊喜嘉宾 第二 他是吐槽大会首位 在自己说脱口秀的时候 主咖会站在他旁边威胁的嘉宾 第三呢 黄浩非常非常勇敢 是吧 你把很多的 想了三年的肺腑之言 都通过这个节目表达出来 棒的 好吧 没有想过后果 他还说谢谢 没有想过后果 没有 好 到那个嘉宾席 那个位置啊 你看到那块有黄沙发 反省 好吧 来 掌声送给黄浩 雅轩你也是 你也是 你说你真是 真给吐槽大会开了个坏头 以后吐槽大会的嘉宾都这样 听谁说的不开心了 站你旁边 这不行 我觉得黄浩特别好 真的热情地欢迎你的到来 你是第一位惊喜嘉宾 大家知道他们两个有一段视频很有名 就是肖雅轩和黄浩一块上热搜 直播的时候两个人 对 就直接就上了个热搜 我告诉大家 这种行为我非常支持 爱就要大胆地表达出来 给大家都看到 是吧 也顺便给后来者 是吧 打个样 让大家知道以后该怎么做 而且你们觉得黄浩 真的是在吐槽小雅轩吗 你们觉得是吗 两个人就公然在这块 撒狗粮 而且黄浩 我告诉你 你撒的狗粮我们不吃 因为你撒晚了 小雅轩的狗粮 我们已经吃了17年了 不要管外界的评论 外界的评论是外界的评论 他们不是当事人 外界的评论阻挡不了人家的恩爱 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我都不想评论他们两个 让主角来说 看看他们能有多天 雅轩 你的任务很简单 上来 换死我们 掌声欢迎 本期主咖 小雅轩 我最重新的 什么都见着 但原来原来你是他的狗粮 我最重新的 小雅轩 大家好 我是Alva 小雅轩 黄浩刚刚的表演很棒哦 很敢讲 恭喜你 你已经是我的前男友了 你们真的还蛮过分的哦 这哪里是吐槽大会 根本就是一个 磨黑大会吧 其实这次来呢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来 因为其实我 还有很多工作 其实可以等着我 像很多楼盘开业啊 我是不是 可以去接超多超多的 我可能就抵过 上大概100个吐槽大会吧 但其他人 你们说我什么 我都会不生气 特别是 建国 忽兰和 何君祥 因为我从来不把 25岁以上的男人 放在眼中 所以 刚才黄浩站这边 哦对你没有 那那来来 你来 他不在呢 来来来来 来 快快 你为什么想跟我表白 说说看 反正他等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男友 你顺便可以当下一个 哦 我喜欢您的这些艺术作品 这些年代其实 是 是更多的 是一种尊重吧 其实算是有多多尊重 你害羞了吗 好了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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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怂样 他脸红了 对啊 其实我也心跳很快 我基本上是没有真的没有交过70 不是70个 17 我刚才没有交过那么多 但是约会过非常多 没有错 看一个电影是个约会嘛 吃个晚餐也算约会 所以上百个不算什么 谈恋爱不丢脸 约会有什么好丢脸 但是我觉得嫉妒别人 有恋爱的人比较丢脸 是不是 是 那我的恋爱秘籍啊 其实没有什么 我就是天赋一笔 我跟黄浩开始认识的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面的确是 还蛮 蛮喜欢他的 觉得好像有点可能 然后 他其实比较犹豫 所以我就在等 这个人为什么一直没有 开那个口 就不知不觉 我就自己就 慢慢就会比较靠近一点啊 然后等啊 看眼神 有没有跟我交会 感觉到底有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他就在这 有没有感觉 然后紫威其实 我们认识很久 但是没有特别的熟 那每次其实都会打招呼 然后很热情 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那 每次我都会 跟他一样在演唱会 其实大家歌手都会 就我们说 嘿 紫威说 嘿嘿 所以我们就会 嘿 嘿嘿 非常好 你看这就是 很配合 很配合 但是我遇到某些观众 就会特别冷淡冷漠 那对我来讲 不管今天是只有一个人 十个人 或是上百个人 上万个人 对我来说都是全部 所以我会用尽全力 用尽力量去哄 不管我是在哪个地方 我都会很大声 就算在深山野岭里面 我都会说 嘿 那 在深山 嘿 嘿 嘿 我说嘿 你说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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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嘿 你说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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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像太久没开演唱会 我快要开始唱歌了 不过 我知道主要其实之前初恋呢有 我不知道可以提这个吗 不可以吗 确定 就是呃对曾经做劈腿的事情 然后你也去很生气的反应了一些 反击了一些事情 好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对 其实我也做过类似的事了 真的吗 但是我很勇敢就剪断它 哈 剪 剪哪里 这场真的让人害怕啊 剪断这一段感情关系 是吗 OK 组儿 劈腿以后就不用再勉强维持了 你就要敢爱敢恨 不适合就分手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 从年轻人身上 学习到的一个道理 那小美非常帅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拍 《爱情通关玉米》的时候 诶 蜜语 蜜语的时候 但她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害羞 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疲劳 其实 彼此之间都没有互动 那我觉得是她没有跟我 对到那个眼神 明明我就一直在等 但是为什么 哦 为什么 哦 我们那时候没什么对到戏 对 但是我们一起坐在对面 就这样子 你在这儿 我在这儿补装 哦 真的吗 你看 是不是自己失去的这个机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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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哈哈 哈哈 其实我在刚来的时候 看一下那个你的写真书 还是个非常 delicious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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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所以我觉得 呃 非常非常羡慕你身边的人 现在 嗯 黄浩 学一段点哈 哈哈哈 马苏 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争议 关于那些事 我也不是当事人 我就不说了 呃 因为我觉得 别人的事 你要是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最好不要乱发声 你要是了解的很清楚 那更不要乱发声 之前有些人夸我是亚洲舞后 但我看了亚洲舞王的舞蹈之后呢 我觉得我根本不配当亚洲舞后 李文才是真正的亚洲舞后 我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恋爱小天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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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觉得呢 在这个演艺圈这个行业呢 没有所谓的过气艺人 所以我看你有没有找到 真正好的楼盘去开业的 自信 那这几年呢 其实我很努力在做音乐 也很努力在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舞台 其实忘记过自己 生存在这里的原因 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慢慢去发掘自己 找回自己的真相 所以我即将推出我的新专辑 赤裸真相 Nigget Truth 这张专辑我筹备了五年 比我任何一段 练琴都还要长 那接下来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再跟我嘿一次 我说嘿 嘿 你说嘿 嘿 大家一起嘿嘿嘿嘿 嘿嘿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L-FAN 小亚轩 听我说啊 我来总结一下 说的是真好 但是听的是真害怕 亚轩 这是吐槽大会 他真的无法弥补 对 你的演唱会没人跟你嘿这件事 我懂 但是亚轩做到了 他来到了吐槽大会 跟大家玩嘿嘿嘿 太害怕了 最害怕的当然还是黄浩 黄浩感受还好吗 亚轩讲得特别好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态度好 爱情的事情就是敢爱敢恨 如果觉得不喜欢就大步走开嘛 事业上也能放下身段 既能上得了大舞台 也能走接串向的接活 是吗 躲好两种状态 并且与此同时没有放弃音乐 在这五年里 在谈恋爱的摆盲之中 还弄出来了一张新专辑 很不容易 所以希望大家都去听听 小亚轩新的爱的主打歌 加油亚轩 谢谢 小亚轩现在到了你有决定权的时候了 我们节目每一期都要选一个谈论出来 就是说的最好的 台上的七位你都可以选 你觉得谁吐的最好 怎么了 不不不不 黄浩 黄浩可以参选 可以 所以我现在已经最后一期了 豁出去了 所以 吐的最好的那个人是 黄浩 祝他们已经打了 小亚轩 他们再怎么打都不能由他们说 得由你说出来 小亚轩认为本期的谈论是 我说黄浩你说 是 没有黄浩 你还认识 各位 这样的互动害怕吗 亚轩 不要给观众制造太大的难题 我太开闹喜剧 大家好不容易刚学会嘿嘿 半路上又改了口号 各位明白了怎么说了 来 接下来 游戏爱识 人家萧雅轩说演唱会的事呢 别哈哈了 你咋回事 回事不理他们 咱们不理他们 来 各位 接下来 这期节目为什么这么复杂 来 平静 知道怎么互动了吗 好的 就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接下来 由肖亚轩来公布 本期的谈论是 黄浩 恭喜黄浩夺得本场谈论 听我说 听我说 海天黄豆酱谈论颁奖时刻 恭喜黄浩夺得本场谈论 请萧雅轩 为本场谈论颁奖 颁奖 来 来 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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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几位 卡姆 忽兰 建国 今天已经是第四季最后一期了 不过了 不过了 那么多海天黄豆酱 给现场观众发了 让大家感受一下 海天黄豆酱有多好吃 好不好 来 来 来 你们发着 好 为什么中间突然插了 这样一个环节 就是让黄浩想好 怎么发表感言 说得好 说得好 吐槽大会最可贵的地方 是什么 真是 来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 吐槽嘉宾 有请大家来到场上 非常非常感谢 感谢今天的所有的嘉宾 今天也感谢在台下 挺当了一期的旅游团 这真的是这一季的最后一期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一期今天就收关了 吐槽大会的初衷 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希望我们做到了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明年见 希望明年还是我 好吧 好 黄浩 希望明年也还是你 吐槽大会没看过 现在来看主要秀 然后关注效果小程序 来看线下更多精彩演出 联走开 后面有彩蛋 太好看了 这版本比脱衣服好看多了 很少看到一个节目里面 有一对情侣 这么地受恩爱 就感觉好像有在参加 别人的婚礼的感觉 他这几天真的是身体不太舒服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天生的艺人 我觉得就是一上台 就完全不一样 最初的梦想 做个好演员 被尊重的好演员 那些忘了爸 求求你们了 真的是 没错啊 因为实力在 就是所以说我是亚洲五王 过瘾 吐得还算不错 今天也是一个好的收尾 这季做得真的非常难 曾几一度大家觉得 这一季是做不完的 写尽所能 我们精力的 有机会我们就下季再见 欢迎小亚轩 这里是瓜子二手车的后台时间 非常想和你聊 好 因为第一呢 确实要跟大家说 亚轩非常非常非常 严重的重感冒 差点这期录不了了 真的是 现在好点 没 还是不行 对 你觉得会有哪个 哪一种段子 在吐槽你的时候 对于你来说是 的感觉的吗 其实因为我现在 可能到了境界 我都忘了 然后我应该不敢看重播 我直播我都觉得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算了算了 就是跟着心里走这样 包括你的直播都很勇敢 对那做完之后就是 有些朋友说 哇你真的很敢 我说有很夸张吗 他说就很腻啊 我说真的 因为记得有的时候 你在直播上卸妆 对 冲着镜头拿着纸擦口红 开始 哇小亚轩好感啊 我觉得好像 当艺人以前 一开始就会觉得 好像被框住嘛 嗯 所以就慢慢慢慢做了 这么多年了以后 就觉得说 人生那么短 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为什么不就 就在当下就是把每一天 嗯 当做就是自己的 每天这样子 去去做好的 你介意大网友说你是 鲜肉收割机吗 已经习惯了 那实交手则是认真 认真的 是为什么我自己想的 因为那时候 我刚好出那张爱无味转集 嗯 告诉我说那你 大家觉得你很勇敢爱啊 什么原则是什么 嗯 然后你的方法是什么 你最看重的标准是什么 哦心 一个人的心 但是这个挺难的 所以就很快有时候 这个判断太难了 有时候可能就 约会几次嘛 就 就感觉得出来 嗯 就是你看他跟旁边人的互动 反应 而不是只跟我 大概可以感觉出来 他是 什么样的 有网友做的你的前男友图表 你看吗 那个你看吗 你会看到吗 有时候手机滑一滑 新人都会自己滑到 就他就说 哦完了又拍到 然后就那个图表越来越宽 越来越长 好像蜘蛛网 那样子 所以如果真的要让你给恋爱中的 和准备恋爱的女生建议 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就大大去了 勇敢爱你 然后就 不要听太多的杂音 就自己去做 而且不要胡思乱想 所以你接下来会给自己 做生活和音乐上的计划吗 一年三年五年 有 有计划 但一定会有改变 那一年的计划呢 在音乐和生活上 这一年我完全几乎都会滑在 就是 推广这张专辑 2020年 对 都会主要放在音乐上 对而且会开始启动 就是接下来巡演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 很忙 可是就想说 没关系就 做了就要做下去这样子 你有结婚的计划吗 没有想过 暂时还不想 以前有想过 现在我觉得 结不结真的就是一张纸 然后 但是 爱不爱是 直写不出来的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对 我超喜欢结婚 不用啊 我觉得就 好好的在一起啊 当然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而且今天咱们的访问呢 是不是那种名言就急了 对啊 所以再次感谢亚轩 希望 希望 向亚轩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 再次感谢亚轩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 拜拜 多好 谁能想到 第四季的最后一期了 谁能想到 这个破节目做到第四季了 欢迎各位来到第四季吐槽大会 开玩笑啊 杀青了还是非常开心 说些真心话 这一季啊 我在这个后台访问了 很多很多的嘉宾 我很感谢每一位嘉宾 就在这么个地方 大家能敞开心扉 敞开心扉就意味着 你要接受大家灼热的目光 谢谢他们 给大家带来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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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的快乐 非常感谢 感慨良多啊 四季了 吐槽大会的舞台来过 几百位嘉宾 有人说过吐槽大会是喜白大会 其实 我们就是给这些风口浪尖的人 一个机会 因为只有能够直面过去 才能笑对未来 四季了 嘉宾来来去去的 大家老说吐槽铁 铁三角 吐槽铁三角 现在这个铁三角 也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孤零零的在这个舞台上 无论吐槽大会能走多远 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那就是我会是你们永远的 师傅 我给你唱歌了 哎 哎 麻烦啊 最重要的话没说呢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啊 就意味着这一季终于结束了 我真是没有一点的不舍 我终于不用写歌了 写歌真太难了 比周团难难多了 我真的不想继续努力了 学来学 姐弟练我可以的 想跟皮弟弟一起去搞直播 让你相信你带带我 继续搞戏剧结果只有一个 就像徐征一样搞透了 羡慕郑君一辈子是长几首老歌 观众已经陪伴我们四年多 所以你对我们也应该很了解了 你肯定猜到就在这个时刻 我还得说 我爱 海天荒豆浆 瓜子二手小圈过狗 感谢 偷望的陪伴 同城一龙的守候 腾学位时段视频 电话前问脚囊 一对APP 不想听 主蛋你看我们名字没包装 最后一段了 节目组还有我们煽情 说要把他煽哭 跟孙杨一样哭 我就整不明白了 你说一个喜剧节目 讲那些没用的干啥 我是真心希望能让你快乐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节目结束我是真的舍不得 终于放假了 呵呵 所有的批评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能力就到这了 平分六点零了 下期还能递到哪里去呢 反正已经收工了 谁在乎你怎么说呢 现在我不想工作 只想赶紧离开着 导演做快散了吧 编曲也能睡觉了 制片赶快回家吧 老师把灯光都关了吧 来来来 我们聊一聊 今天的talking是不是实质名贵 就是今天你干啥脸都变熟了 口水口水收一收 口水喷出来 太可怕了 我的妈呀 我鞋都湿了 乱哥好心疼的 哈哈哈哈 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堆稿的时候 线队的那个夏宜轩们 然后他就去去拍东西了 然后后来去对了换 好 我们一进去以后就觉得 哦天呐真的很帅 然后当时有没有觉得是bgm就想起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扎过他的鞋在这里扎 听说您是非常严重的严控是吧 年纸的标求非常严重 你看看人家夏宜轩姐姐 对吧 您大概跟他差别大吗 我也挺喜欢的 其实 哈哈哈哈 不不 确实很帅 确实很帅 不用控制 他刚才看的时候都疯了 是不是啊 对 口水直接流我闲 他们一直在抨击我 确实帅啊 怎么会那么帅呢 你看看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 哈哈哈哈 你看到他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就是又在心跳一次 还是挺真实的通道 就这样站着 他被你吓到了 真的吗 对 他差点就是很难接下去了 真的吗 挺轻松的 哈哈哈 这是他表演史上最大的挑战 真的吗 没有问题 他现在假装淡定 你看还在喝果汁 哈哈哈 非常淡定 根本没啥问题 哈哈哈 建国你说你今天在台上这么吐槽 我说东北武王赵斯不怕下节目回不了东北吗 别的不说啊 就在东北这一块呢 我王建国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有一个靠谱的兄弟 价格低 秀率高 全国渠道 彻底摆平路上的篮 国哥这事能能在节目里提呢 怎么就不能说了呢 瓜子二手车全国够 哪儿便宜哪儿买 开着瓜子买的二手车回东北 谁也拦不住咱回家的脚步 哈哈哈哈 我们聊一下 永川老师刚才在台上说想谈恋爱 你有什么择偶标准 择偶标准 对 我跟 呃 Alva 一定永远不会争男友 因为我喜欢比他年纪大的 啊 看一下这个 哈哈哈哈 在座好像 哈哈哈哈 给他一个给他一个微笑 我发现他们说话口不对心 为什么 就是 你说你喜欢年龄大的 万一乐往年龄小的那边躺 哈哈哈哈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来腾讯视频 观看会员完整版 吐槽吐槽大会 本节目由真的吃 闷着吃 站着吃 炒着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黄豆酱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哪里价格低 帮你哪里买的瓜子二手车全国够 联合赞助播出 反复投卸是槽点 起调才能轻松点 感谢躯屑大魔王 康王特约赞助播出 酒店在微信支付里订就对了 本节目由吐槽大会首席旅行官 同城一龙赞助播出 上微博 进入吐槽大会话题页 参与我来回吐 节目周边嘉宾签名等着你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获取吐槽大会新鲜资讯 上知乎热榜吐槽大会 节目看完不过瘾 上知乎吐槽更来劲 把吐槽的天赌带到虎夫 和GIS一起看吐槽大会 就上虎夫影视区 来腾讯视频搜索吐槽大会 最强王者榜本场Talking 冬你决定 赢取吐槽大会和线下普空中文票 自黑要给力 有店才够信 感谢QQ音乐 QQ音乐听歌时局 找歌必备神迹 腾讯视频APP 搜索雪云民主 下载手游 免费领视频VIP 来网易娱乐 看新鲜资讯 感谢首席社交媒体平台 新浪微博 手机鸣谢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感谢雪云民主 兴趣部落 网易新闻 腾讯极光极光TV 百度 苗东百科 腾讯看点 塔德文学 有道云笔记 腾讯新闻 腾讯娱乐 QQ音乐 李渔打挺腾 大咖头条 微博渐进 微博游戏 中华万言力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